组队员力争上岗非常残酷 因此组队开启前8位可以向流浪者发布 9月份的综艺节目竞争激烈 但相比之下 披荆斩棘第三季以下简称批歌三 还是有着强势的看点 能够成为观众口中的爆款存在 这部节目一经播出热度屡次登上榜首之位 尽管郑医生从来都没停止 但是也看得出火爆程度 从初舞台开始 林志颖 徐良等人 带来的回忆杀就备受瞩目 到了一宫 哥哥们突破自我 又一次带来惊喜 向路易挑战Rap 信再次去唱跳 每个人都把披荆斩棘的精神拿捏了 但台上与台下还是有所区别的 节目将镜头给到哥哥们日常生活 训练 甚至是选人缓解 就是为了制造矛盾点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他们 所以在最新一期中 哥哥们的组队Part 就充分地展现了每个人的小心思 将人情冷暖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以为在这个节目中 个人喜爱度决定一切 但并不是这样的 咖位 号召力 实力等方面缺一不可 所以在选人环节 就能发现现实的残酷了 就比如蔡国庆 她身为节目的搞笑担当 人气还真不低 一宫结束后 喜爱度排在第六位 观众呢是不是以为她会成为抢手的队员 实际上的蔡国庆 在第一轮被所有人忽略 坐在角落里 与于浩鸣尴尬地看着其他哥哥 这种无人问津的场面 属实有点尴尬 而从她手中不停摆弄的牛奶也能看出来 内心有多么焦躁急切了 就仿佛在说谁来看看我 有点空潮老人那位 不过 这可怜的老大爷没有得到祝福 最后还是轮空 急得精神状态都不稳定了 好笑的同时又让人觉得很心酸 没办法 谁让她实力不行 台风老派 好像在哪里都不大 光靠搞笑 可不能让队友晋级 而相比蔡国庆没人选 被动的不行 有选择权的陆毅 就主动多了 虽然瘦子等人 需要能够二宫继续合作 但是陆毅也明白 一方面是人数不行 必须要走一位哥哥 另一方面是继续组队没新鲜感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所以主动让位 加入了胡彦斌这一组 别看胡彦斌一宫成绩不佳 但以他的实力 后期逆袭不成问题 人气也可圈可点 陆毅选择进入他的队伍 那真是奇招已高 果然年纪大 心思活络 那这个年轻小队友 估计被卖了还数钱呢 按照正常情况来讲 林志颖无疑会是堪比 王心灵的存在 来到皮革三的舞台上 应该能一举夺魁才是 但谁让他遇到了 王耀庆这样一位变数 尽管人家唱跳不出彩 长相也一般 但是架不住会卖惨 一剧演员没有资格生病 让他凭借一德 拿下个人喜爱度第一的宝座 再加上王耀庆在内地近几年来混得不错 年纪与咖位在哥哥之中都排得上号 在节目里号召力相当强 所以这两人对比后 大部分哥哥还是更青睐于王耀庆 至于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林志颖 居然在一轮选队友时处处碰壁 果然时代变了呀 再看王耀庆这边 挑选队友那叫一个轻松 一开始他就盯上了何展成这位舞蹈担当 但是也没急 反倒是张远第一个冲上去热情地邀请何展成加入自己的队伍 但看着何展成那个眼神也没把对方当回事儿呀 像张远这样没有咖位的明星 就算是美籍华裔何展成都知道没必要去选择他 而是选择后面过来邀请自己的王耀庆 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何展成与王耀庆信三人聊得开心 把一旁还在等着他回复的张远亮在那里 望得一干二净 看来没热度 没话题的小明星 在这种众心云集的地方 注定没什么存在感了 但聪明的是 张远没有因此就放弃自己的翻红 当不了何展成的队长 那就当他的队友 哪怕是自己的0713好兄弟们都可以放弃 分分钟投入到王耀庆的队伍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性吧 只是可惜陈楚生的一番好意 还打算邀请张远到自己的组合 让他们兄弟四人再次联手 终究是错付了呀 再看看王月新和于昊明的脸色 也估计没什么好心情了 不仅如此 当马小龙面对罗杰夫与王耀庆两个人 同时邀请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想观众心龙早就有了答案 马小龙先是礼貌地告诉罗杰夫 自己需要考虑一下 旁边的王耀庆压根都没直接支声抢人 就那么淡定地看着罗杰夫的争取 脸上都是胜券在握的感觉 果不其然 马小龙听到王耀庆说 X-Part要给自己的时候 眼中对于罗杰夫的一点点愧疚 也早就消失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对方的阵营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这种带高踩低的行为 还是不免看的人心里发毒 其实在这个节目里感到落差的远不止上述这些人 像凭借狂飙出圈的苏小丁 人气还不稳固 实力也不行 胳膊上还绑着绷带 如果没有宝石老就拉着 估计也要成为炮灰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人情世故 别看P格3只是个综艺节目 在哥哥们的相处过程里 都能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 就光是一个选人的环节 居然看到了哥哥们之间捧高踩低的样子 把人情冷暖呈现得入目三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节目里还是存在着竞争的 哥哥们要想翻红可不能摆烂 每个人都需要急破脑袋往前面跑 所以就容易出现抛下兄弟 玩弄心机的情况 镜头里都是如此 镜头外简直不敢想象 看来哥哥们与姐姐们没什么区别 人多一些 还是会上演攻斗大戏 虽然热度大不如前 可披荆斩机3 以下简称P格3一更新 也算是解救了巨荒的观众 这部 光是一功过后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就有点意思 实力最强 具有创作能力的胡彦斌 将将勉强排进前五 俨然出身的王耀庆 当之无愧成为第一 林志颖第二 27岁的马国谦第三 后面陈楚生 蔡国庆 张栋梁 还有品贯及胡彬等人 通通实名开外 咱也不知道 这里面有的哥哥人气这么旺 咋还能胡得咸有人知 第一次公演 每个节目都还行 整体比较普通 有的舞台表演成分太多 当然最有争议的还是 罗马帝国MVP二人组 马伯谦和罗杰夫 不仅网友 就连去现场看表演的观众 都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票 冲进前十都匪夷所思 甚至能拿下MVP 要我说 这都不是咱们该关注的 他们既然能排在前面 肯定是有实力 至于什么实力 谁也别管 就是有实力 一宫结束也意味着 二宫将要到来 同时也代表要重新分组选队 这不就来看点了 这回咱们就来看看 二宫的分组哥哥们 展现出的高情商和低情商 要论情商 这三十位哥哥有两位 那是必须要提名的 第一位 胡彦斌 论实力 他绝对是整场最有话语权的 他可是创作型歌手 在这种节目 有多么如鱼得水 就不用多说了 但人家舞台舞台没赢 个人喜爱度 连前三都没冲进去 可胡彦斌 没有一点失落的情绪 对他来说 综艺这些套路 早就信手拈来了 在选人环节 队长宣言人家 先把态度亮出来 咱就是要赢 别扯那些用不着的 既然都来披荆斩棘了 就得来点真的 他摆出了自己的姿态 竟对票数也少不了 同时 我一个人的胜利 那不叫胜利 给大家一起进步 一起冲 看看人家这格局 当别人还犹犹豫豫时 他直接一个剑步 先下手为强 首先看重的 就是爱豆 出身能唱能跳的博远 他抛出的问题 只有三个字 搞不搞 回答当然是搞 看了没 私下里其实早就组好队了 反正就是没那么多话 想来的人自然会来 没考虑好的 也先抛出橄榄枝 相拨过何展成 这不就到自己这对了 第二位 王耀庆 我想 王耀庆说话的艺术 大家都差不多了解了 既然喜爱度能突出重围 又是气氛担当 自然是芒果这一季都要力捧的 很有可能还是成团候选人之一 抢了张远想要的人 当听到张远说了一嘴 想要唱跳时 他反手来一句 那你输掉 直接输掉来我这对 脑袋是够灵活 一下子缓解了两个人的尴尬 同时又充满笑点 直言让别人输 看似低情商 实则高情商发言 蔡国庆的风格 不太符合当下观众审美 算是冷门选手 就在他自己坐在一边时 王耀庆直接走上前来 还怕耳边说了句肯定保你 简直雪中送炭啊 就算不熟四个字 温暖直接对人心里 牛 除了他俩 还有其他哥哥 能看出比较自然 而且没有任何压力 还想突破自我 只不过这两位哥哥 情商高得有点突出 或许也能被芒果 请来的关键原因吧 同一个节目 同一个环节 大家情商或思维模式 就立件高下 首先 是有点搞笑的张远 看得出 这一季为了热度和镜头 张远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热搜也上了不少 这步 成为队长后 选人第一个 就直接奔向舞弹 和展城身边 就是要死磕 你说看看人家表情 都多尴尬了 走不走就一句话的是 人家就不想跟你 他非得坐旁边 看对方没有异象 也不走 后面看到心仪的哥哥 都组了队 他就干脆放弃 接着又表示 要有跳舞的表现 非得要跳舞 说实话 其实这些歌曲 大部分都会有舞蹈的 就算是重点舞蹈 那也根本没有太大的难度 一公都已经表现出来了 其实观众最喜欢的 就是他们0731的团魂 各几个随便唠嗑 都有梗 这回在其他队 其实没有太多亮点 第二位 马博谦 作为队长 选谁不选谁 都是各平本事 有咖位有魅力 还有实力的 当然得心应手 有位哥 偏偏要到处球 从当众发言 就直接告诉大家 不要和我抢 都到选人缓解了 看着胡彦斌 在和自己心仪的哥哥唠嗑 他又开始不要和我抢 哥 不是 这过家家呢 知道啥叫披荆斩棘步 你都已经够黄了 比赛把把东赢 个人喜爱度 也排进了前三 选个人 你还得让别人不和你抢 李九哲这么强 你不第一个来做工作 还能怪谁 第三位 董宝石 当然了 作为罗马帝国之一的少爷 没选到人 也并不影响他赢 这不还有别人的吗 再不计加入别人队也行 可有一位哥哥 可是大破防 上一把一起赢了 董宝石就觉得 大家这把可以继续抱团 可李九哲不想和他们玩了 一看到李九哲去了别人的队伍 董宝石这表情 可太有意思了 虽然在一旁的苏小丁 也瞬间变脸 可董宝石的表情 却不是生气 仿佛遭到了人背叛 嘴一拧插个腰 非常落寞 果不其然 在单独采访时 他直言 我觉得这个分组挺伤我的 不是 哥们行行 这是禁忌综艺 最后是要成团的 咋把参加节目当团建了呀 第三期上已经分好组了 而且大家经历了第一次小考 也就是在练习式直拍的表演 显然 大家的表演都没有符合预期 余浩明王月新组 胡彦斌组 罗杰夫马伯千组 还有王耀庆组 表现比较弱 看来大家还是要更努一把力了 隔壁姐姐们 可是日以继夜在练习 别本来就挺胡还抓不住机会 以后不得胡穿地心了 在之后的练习中哥哥们能否克服困难 二公是否会比之前更加精彩 被淘汰的到底是传闻中的徐良和蓝正龙 还是其他人 我们拭目以待 散岩